在德州休士顿出席活动的贺锦丽 直求回应川普的身份认同攻击 川普到芝加哥参加全美非议记者协会 接受三名非议记者与主持人提问 一开口就引战火 多次抱性别歧视 种族歧视争议的川普 除了拿贺锦丽管为人知的非议背景开炮 还自比是林肯后对非议最好的美国总统 本想抨击贺锦丽边境政策 却又用上歧视字眼 更于ABC记者 陈枪舍战 半小时的放谈中川普只想说他想说的 原本想争取非议选票 但一连串失言恐怕只会带来反效果 TVBS新闻总和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